作词 李宗盛 要对你表白 你说胜过像我少的才有幸福感 你说我总把一切苦难一人承担 你说我面对所有困难那样勇敢 或是人生短暂 有我陪你去看 翻越最高的山别问我敢不敢 这些年走过来别问问难不难 你牵着我的手一起的下一站 我只想对你说 有你喜爱 这一首咕脏 说说可猫 啊 把鱼雕走了 养的干什么呀 啊 没事抱着放猫回来 怎么了 猫 把鱼雕跑了 可不是吗 你放这儿干什么 这儿要放厨房了 赶紧的睡觉吧 睡觉去睡觉 睡觉 睡觉去 妈 刚才那猫跑我个屋的时候 您看见什么没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我哥睡箱子上了 你哥睡箱子上了 不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啊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箱子上有被子 还有褥子 没错 我哥肯定睡箱子上了 你没看错 您要不信呢 咱们现在就敲门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你大半夜敲上两口的门 吓得怎么回事啊 不睡觉 该该该睡觉去 别瞎想啊 妈 您别不信啊 我真看见了 您睡觉去明儿得住 妈也信 不信 老邦 都处理完了 赶快睡吧 别再用事了 你也坐这儿 怎么了 我觉得明天一大早 你们全家人肯定知道 咱俩没睡在一起 能吗 嗯 刚才大雅推门往里看了好几眼呢 我开门说我想到了 你没看我拦着他吗 死活没让他进 大宝 你还是现在过去 趁家里人没睡 把这事说清楚吧 你别拖到明天早上 要不然他们肯定都特别恨我 你别想了那么多啊 大雅啊 说不定那注意力都在猫上呢 他没看见 不用 厉大宝 反正咱俩现在这个局面啊 我完全是属于上当受骗 我是为了救你我才嫁给你的 我把自己都搭进来了 我本来还想替你瞒三个月的 但是现在绝对瞒不了了 他们肯定知道这事了 所以你敢去跟他们说清楚 要不然他们要知道了 那我不就成一罪人了吗 我先在这个点儿去解释 那不是此地无印三百两吗 不打自招了吗 那人家要什么也没看见 我不是自我暴露了吗 行了 行了 赶快睡吧啊 装毛可累了 不是 那明天早上他们要问起来 你替我说啊 我替你扛来 这家谁敢找我呀 谁敢跟我叫板 有什么事我扛着 我说 睡觉 走 张朵朵 你起来没啊 啊 敢起来练功了啊 你别给我装弄作业啊 张朵朵 张朵朵 这李大雅干什么呀 这在外面让上让上去 怎么意思啊 怎么了 这不姜必须 给你把话说说清楚 你太过分了啊 大雅 你以为你谁呀 大雅 又怎么了 大清早上让什么呀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妈 你这还想睡觉呢 我现在替我们老李家出气呢 行了 姑奶奶 有话进屋说的 有话进屋说的 就是说的 妈 姜可别拦我 谁拦我我跟谁急 张朵朵 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让我给我睡箱子上 是不是 你以为李大雅好欺负 我告诉你 她美过李大雅 才不好欺负呢 睡箱子上吗 我都觉得丢人 你说她怎么能这样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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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李大宝 李大宝 你干嘛呀你 李大宝 你干嘛呀 就没证据布置现场 快 躲躲 快 躲躲 咱俩赶紧躺一个被窝的 快 李大宝 干嘛呀你 你赶紧出门 连事说清楚 小点事 说的清楚吗 你躺下 躺下就全清楚了 回头谣言不公自破 让大雅给你道歉 快 李大宝 出来 比划比划呗 张朵朵啊 有话 给我出来 你不怕人笑话呀 行了啊 你还怕别人笑话 我都觉得这个脸都丢尽了 你说这个张朵朵啊 他天天的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呢 一会儿就说我家厨房子 妈 他说我家厨房子 有那个猪圈味 他多疯不忍 他 走回五头 走 这屋是说真行 我怎么办 怎么回事啊 我第一眼见 你就是 你上岛让人家 这个人 别跑 你给我让他 喂 一手抖鸟的你 脑袋扎进沙子里面 骨头不跪 你赶紧出去 把这事跟你家 连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你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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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话我去讲话你 我又去疯了你 别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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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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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这是 跟你姐姐拥老众抱的 让人看了丢不丢人 丢不丢人 李大宝 醒了啊 哥醒了 还丢人 你这睡箱子 我都不嫌丢人 我有什么好丢人的 谁睡箱子呢 谁和你说我睡箱子 一直在床上睡着呢 你当我瞎呀 你说你这娶回来的 叫我什么媳妇 是媳妇吗 这结婚 连个床都不让你上 天天把家弄得乌烟兆气 你就是对魁祸首 不 大雅 你跟谁说话呢 有你这么哥哥说话的吗 不许跟你哥这么说话 他是你哥哥 我跟他吃兵拉兵 没话 张罗总 张罗总你都看着大雅 大雅 你又出来了 你 有完没完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有完没完 你像爸爸气死啊 妈呀 怎么老李家都会被欺负死了 你可别拦我 姐姐 差不多骂了不去就得了 你真把人招出来 你不一定打得过他呢 人从小就练功 胳膊腿都是功夫 你如果是伤了自己 二宝 二宝 你不嫌事呢是不是 在这儿挑不利劲 过屋去 快 去 滚 去去去 难受不起还躲不起吗 谁让咱们摊上的窝囊哥哥呀 你说谁我闹的 说谁我闹的二宝 你甭 你有一挑神什么事 你甭 顾奶奶 你快出来了吧 你给我出来 滚的 伍道 你跳得到啊 什么道理你 你又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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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奶奶 你快出来了吧 我管不了了 张朵朵 你总算是出来了啊 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凭什么让我搁睡箱子 你今儿给我把话说明白 说不明白 我就跟你没完 谁说我睡箱子了 我睡什么箱子 一直在床上睡着呢 睡合 李大宝 你还不说实话是吧 什么实话 你不用跟我眨眼 他不说实话我说 别 别什么 我跟李大宝当初结婚 完全是为了救他 没什么没啊李大宝 我们俩是有约定的 你用我耳朵也是这么回事 你用我耳朵也是这么回事 三个月以后马上离婚 三个月以后马上离婚 不信你问李大宝 大家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没有了的话 我回屋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啊 怎么回事 问你怎么回事 跟年头肥你 李大宝啊李大宝 嘿 你守着烙饼挨饿呀 行 嘿嘿 姑奶奶您可真坐得住啊 这外边都吵成那样您怎么不管呢 这不是有你在吗 您是一家之主 当然得您管哪 那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还听喝的呢 这这外条段事您都听见了吧 哎呀 哎呦喂 老婆 你干吗 把鱿鱼抬出来 报我都去 哎呦喂 老大 你可别生气啊 回头我收拾大雅 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 你真生气了 你看都气糊涂了 都说反话了 说什么反话呀 我之前还担心你们家里人知道 这事他指不定多恨我呢 现在好了 你们家连也知道真相了 我这心里头 反正觉得还轻松了好多 你看看 你这冷笑着对我 这肯定生气了 我不生气 生什么气啊 也当把我之前就告诉你 把这事说清楚了 你就是不说 反正现在也不用你说了 他们也都知道了 你也轻松了 你让开 上班去 你可别生气啊啊 让开 好 行 那我送上去 哎 朵子 朵子 回头我收拾大雅啊 朵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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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啊 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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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的 快走 快走 喂 是我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呢 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从今天开始 我不去你们家住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对我也挺好的 但是咱们俩这个婚 你心里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谁都不怪 你也别想太多了 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一个更好的媳妇 你在听我说话吗 听着呢 那行 那我没有别的事了 我这正排练呢 我就不跟你说了 先挂了 先挂了 拥搭 一个艺术 你给你帮你拥搭 Cecília 谁 こん浏 你便行 projet 即使我 让我卵 pages 我已经重备了 我个天 我这舒张台怎么还在这儿啊 三宝 二宝 姐 怎么了 这怎么没给我搬进去啊 我奶奶不让放开那屋 妈那屋也没叠哥 要不姐 咱再搬回大哥那屋吧 不行 这是我的嫁妆 我凭什么给他用啊 姐 你怎么那么事啊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回去 不是 二宝 不管不管 这没良心啊都 张雅 照镜子呢 别跟我说话啊 先你丢人 是不是让他搬出来了 我一定放了 要不放哥那儿 哥给你保管 不收你保管费 行 像得美 大雅呀你呀 这气性太大了 你说说你啊 你还照镜子啊 白天照晚上照 你看看镜子里那人 你看看镜子里那人 你冲他笑他才会冲你笑 你冲他吹胡子瞪眼 他也冲你吹胡子瞪眼 那同样都是照镜子 咱咋不笑着照呢 李大宝 你还真有闲心 跟我在这儿说废话啊 你说这原先吧 我还真觉得 你这个大哥不错 可自从娶了张朵朵 那整个人都变了 是 哥知道 自从哥结婚以后啊 心思没在你们这些 弟弟妹妹身上 可是哥有哥的难处啊 哥得先把自己的事捞听了 连床都上不了 还惦记着老听 大雅 你呀 就愿意和张朵朵比 张朵朵是舞蹈演员 可是你也有工作啊 虽说在街道胡可拆盒吧 可是都是为人民服务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 你有你的长处 性子级脾气质 经过不让须眉 身材和长相都比他差 都不比他差 咱差也差不了多少 是不是 不是 你夸我还骂我呢 夸你呢 哥知道 你看啊 哥结婚以前 你自己睡自己的小床 那多舒服啊 哥结婚以后 你现在跟小雅和咱妈 挤一个屋里 这啥时候是个头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嫁不出去啊 不是你 哥不是这意思 哥的意思就是 他早嫁不出去 咱晚也能嫁出去不是 李大宝 你过分啊 你揍我啊 不是 哥的意思就是 你实在嫁不出去了 这也正常 就你这脾气性格 谁能受得了 李大宝 我跟你没完 爸 我这原本啊 先给咱老李家 娶一个漂亮媳妇 然后再给您生一个 健康活活的大孙子 世世难料啊 这里头事太多了 我又不跟你细说了吧 总之我现在还睡箱子呢 爸 这事啊 现在还暴露我 现在弟弟妹妹们都笑话我 姑奶奶和妈也替我操心 爸 你能不能显显灵 给我出个招 你看看我这路以后 再往哪儿走啊 这现在朵朵也回家了 也不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这吓我一跳 你跟你爸爸打过什么呢 没打过什么 那瞧瞧你这脸怎么了 你打我干什么 我就打你了 怎么着吧 怎么着吧 完了完了 哎呀我这大孙子 这迷这张躲躲迷的 都丢了魂了吧 被打了都不知道 不是他躲啊 哎呦 气性还挺大 哎呦哎 这么跟你说吧 姑奶奶啊 打你这两巴掌啊 就是要把你打醒 明白吗 你还跟你爸爸烧香磕头没用 这人都走了十几年了 他都听不懂了 离得忒远了 他管不了 知道吗 你瞧瞧你爸爸当年多威服我 你瞧瞧你自个儿 结婚多长时间了 连个床都没碰着 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呢 奶奶奶您别说了我懂 我懂 还知道扫得慌是吧 不孝友善 母后伟大你懂吗 嗯 你可是咱们老李家的老大呀 传宗接代你总该懂吧 你应该知道你该干什么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干 你就算是把这张朵朵当成仙女 是吧 你白天供着你挂在墙上 那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 也要供着 她就不从那画上下凡呢 啊 啊 她下来呀 她就因为她下来了 这不给我挤的睡香吧 姑奶奶 您也知道 我俩结婚这不是假的吗 你把那个假字给我去掉 结婚都结了你说这个话 你说这正领了吧 洗酒是不是也喝了 是吧 咱也入了洞房了啊 嚷嚷的满街筒子的人都知道了 你还说什么真假呀 是吧 大宝宝 你别以为你啊第三下四的人就爱你了 美女爱英雄这自古以来的事是吧 你看当年 姑奶奶 多少人追求我呢 我一个都看不上 是啊 我们还纳闷呢 那么多人追您怎么又不嫁呢 那姑奶奶是要求高我 您也没有 也不嫁 所以你看 不就走到今天吗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就好 说实在的 姑奶奶告诉你 我呀 盼的就是 四十同堂 我也盼着上床 我说什么呀 一个跳舞的 长得又那么漂亮 能看着你吗 果不其然吧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人家连床都没让你上 我刚想起这事 你妈心里就难受 我都替你脸红 我 我说你半夜不睡觉 拽着我跑步呢 感情真拿我卸伙呢 李大宝 你是不是我哥呀 以后 你别想拽着我半夜跑步 哥 你真的一直出箱子啊 你出去 拿着你的事去 哥 我又说你是太监吧 你还不愿意听 不怎么就你说话 让人听了难受呢 谁是太监 那也差不多 还有啊 这以后出去可别说是我哥 嫌你丢人 你也知道丢人哪 我看你也是啊 耗子扛枪窝里哼 是吧 你有本事上外里头 耍威风去 您说我干嘛呀 怎么就不说李大宝啊 真是的 你一个个啊 都给我打中 那我他妈 你说你 是怎么教育的呀 啊 你们看看 哎呦 你们谁有点什么 那姑奶奶肯定找姓我 您说我这生孩子 要给生的缺胳膊端腿 那是我的责任 是吧 教育孩子 他爹死得早 您是一家之主 这就是您的责任 这变成了是我的责任 那是 哎呦 你说大宝吧 从小就顾家 二宝和大雅 这俩人工作虽然不理想 可人家没吃闲饭呢 是吧 这是三宝小雅 这功课 在学校里头都挺好 我觉得我这孩子 都不错 哎 哥 没有那金刚钻 就别懒那慈禧火 哎呀 哎 咎由自取啊 哎 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这次 哥 确实有点丢人了 哥 您担心这月给我买球鞋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去看书去 大哥 你就说句话嘛 打算怎么办啊 怎么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我这不是想折了吗 既得对我媳妇好 我还得对你们好 妈 反正我工资以后不可能全交了啊 我看吧 能交多少是多少 李大宝 我提醒你啊 你那个张朵朵已经回娘家了 哎 那这样你就可以睡床了 干嘛呢你啊这是啊 奶狐不开提奶狐你 张朵朵回娘家呢 大宝 你打算怎么办吧 这还能怎么办啊 走着就走着呗 那还惦记着把她请回来 跟个姑奶奶似的 在我们头上作为作福啊 合着这么多年 我在你头上作为作福了 哎呀姑奶奶 我说的不是您 谁把你养大的啊 小兔崽子你 姑奶奶 她说的是广义的姑奶奶 不是说咱家的姑奶奶 就是 您别跟我来劲啊 这咱们家本来都挺好的 就是因为那张朵朵 这自从她进了家门 什么都变了 咱们今天这个家庭会议啊 就是要商量这以后怎么办 这些天我是看明白了 这张朵朵在咱们家就没个好 现在人不都走了吗 这谁要是舍不得呀 那谁就上她家住去呀 哎 那咱们家以后就太平了 那不是成上门女婿了 对啊 那上门女婿就上门女婿呗 那得看有没有人愿意 那不成啊 哎 咱们老李家的长孙 怎么可能上人家家 去当那个上门女婿 这不不不可能 嗯 那咱们这样吧 妈 姑奶奶 今儿啊咱们就发扬一回民主 全家投票 决定李大宝的续留 谁同意 李大宝去当上门女婿的 就举手 咱们家又怎么实行呢 举手投票呢你说 姑奶奶 哎 我觉得投票挺好 一人一票 充分体现民意 嗯 我同意 同意 哎 干嘛呢 这李大宝可天天拽着你 半夜跑步啊 你不举手干嘛 举 我举 小雅 小雅 你说的那球鞋 你大哥可好几个月都没给你买啊 他那个张朵朵可天天都有那什么 又奶粉啊又桃酥的 你都忘记了 可 可是 姐 我大哥天天送我去上学 而且答应这个月给我买球鞋的呀 妈 嗯 您不是一直埋怨着李大宝没给您交钱吗 就没法过日子 您看他这不尽养家的义务 咱们是不是得让他出去啊 他不交钱归不交钱 是吧 那我也不能让他去当上门女婿 我丢不起这人 我钱含着 啊 我不同意 嗯 顾奶奶 您呢 我当然不同意 我能同意吗 嗯 三比三 打平了 那怎么办呀 什么打平手啊 啊 我这还一票呢 把我跑出去了 我这是决定性的一票 我现在宣布 我同意 李大宝同志 到老张家当上门女婿 嗯 吃吧 啊 吃吧 鼻子真灵啊 知道你回来 咱们今天吃炖排骨 台总啊 歇会儿吧 喝点水嘞 不累啊 我都回来了 排练一天累了吗 晚上咱们吃排骨啊 你什么在我们家 多多 我听大宝说你们俩商量好了 要在咱们家住几天 商量 是 对 妈 住几天 咱家条件不好吗 这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回来跟您取取经 学学先进经验 取经你应该被吸走啊 上我们家干什么呀 瞧 你这孩子 真不会说话 你瞧这人大王 在咱家这半天干了多少活 没事 爸 没事 我接着干活去啊 买了三百斤眉球 自己扛到楼上的 还有啊 一大盆的床单 被罩 都是他自己洗的 就是啊 你看看这玻璃啊 擦得多干净 爸 妈 咱们家不需要长工 不是 你闻闻这排骨 炖得多好啊 是啊 你闻闻这香味 多香啊 一块排骨 就把你们俩给收埋了 不是 李大宝 啊 你跟我过来一下 爸爸妈妈 那窗屋我一会儿擦 我先进去 走 快去去去吧 李大宝 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你要干什么呀 那你都回娘家了 我不能一个人是在那边啊 我得回来陪你啊 这样咱俩看起来才将两口子 谁跟你是两口子呀 你跟我咱们俩是两口子呀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三个月不还没到呢吗 不是 你怎么这么赖皮啊你 我这可不是赖皮 我是关心你 我想知道 你到时候三个月以后 万一就像你说的 咱们俩离婚了 那你跟咱妈咱妈你怎么说呀 咱俩得商量商量啊 是不是 你怎么说到时候我好配合你啊 我不用你配合 我爱怎么说怎么说 跟你没关系啊 你不用管 那你怎么说呀 你管我怎么说呢 我想怎么说怎么说 那你肯定你就说 我们俩结婚是假的 挂恰恰 那怎么咱妈不生气啊 不伤心啊 那是我爸我妈 别跟人套戒火啊 那你到底怎么说呀 我还得跟你说一遍啊 那你就实话实说呗 对 我就实话实说呀 怎么了 那你实话实说 你还过几天干嘛呀 现在就说呗 那你现在你要不敢 我去说的 你先别说 你先别说 行 我不说 你也不说 咱都不说 保密 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 罗雅 妈 你们俩干嘛呢 聊天了 怎么站在这儿聊天啊 对了 大宝啊 那个炖的排骨的水 是不是有点少啊 要不要加一点呢 好 我去看见啊 妈 你别管了 好 朵朵呀 妈 你弟呢 这么多年 一直睡沙发 你也结婚了 这间屋子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让柯柯搬进来了 你弟有任务 这几天都不回来 反正呢 你也就住几天 先住着 行 对了 他的东西你别乱动 回头他找不着 又该赖我了 知道 你说 当警察有什么好啊 一天到晚不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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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朵朵 诶 棉萌厂内道歉案有没没了吗 呃 还没有 所长 要不您再多给我些天 还给你几天时间 这都多长时间了 啊 算了 诶 乔林 棉萌厂内道歉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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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不是 这案子你还是交给我吧 我毕竟 也是警校的医院 高材生是吧 高材生连个毛贼都抓不着 今儿晚上顿手你别去了 回家休息吧 那我哪睡得着啊 就这样 学长 要不然 您再给我三天时间 就三天 如果我过不了这案子 我 我提头来见 还提头来见 三公看多了是吧 我跟你说 干咱这行啊 光有热情不行 得有经验 算了 你还是踏踏实的 回家休息吧 不是 那这案子怎么办 我去啊 你带我一块去吧 算了 你想什么呢 您说这算怎么当的事啊 这大宝说走就走了 他可是咱脑里的长子长孙呢 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不了解 是他自个儿举着手离开这家的 我估计啊 他自己有自己的娘主意 他能有什么娘主意 他能有什么娘主意 我怎么黑不提拍不提的 就上老张家当上门礼去去了 你呀 沉出气 咱们慢慢地看 是吧 你这李大宝啊 他不会今儿一举地 把自己扫地出门 是吧 顾摸着 他会把张德德领回来 能吗 那咱走着瞧啊 我看选 等着吧 我回来了啊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两天你不是值班吗 对呀 我今天休息 吃什么呀 我都快饿死了 你有口福 今天吃冻排骨 可儿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来了 能来好一会儿了 妈 她怎么来了 她怎么不能过来呀 你姐结婚就不能回娘家了 我姐回娘家行了 她跟着来干什么呀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你姐夫来这一天在人家干了多少活啊 不像你从来不干活啊 我 我怎么不干活了 我 我还少干活了我 不用了ikle 不得了吧你啊 总之 我姐回来住 我举雙手欢迎 她李大宝就算了 她在这儿得我 到 programmes 都得我哄啊 小点声让人家听见嘞 怕 怕什么呀 怕什么呀 反正我就不 universo她 怎么了 其其 你喜欢不喜欢 你姐也跟人家结婚了 哎呀儿子 咱们今天在一起吃那短片饭 你别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啊 我姐呢 在头屋呢 你干嘛去还抱着背我晒一下 晒什么背入呀 这李大宝不是向老张家当上门女婿吗 这屋闲着也闲着 刚好住几天去 嘿 你想不到挺美的啊 这是干什么呀 他要上大宝那屋住去 真稀罕 要人说呢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爸爸 一点都不假啊 你看你哥走了 你就开始抢班夺权了 想造反了是吧 姑奶奶 这话可不能那么说 当初那屋本来就是我和小雅住的 都是因为他结婚才把我们俩红出来 这现在屋空着 我怎么就不能过去住了 不能 因为你哥还会回来 对 这房子必须得给他留着 那我也不愿意跟我妈在一块睡 这每天晚上睡觉又大糊又磨牙的 我睡不着 不是你 你把你妈看成什么了 我跟你说那你就不能住 你给我放着 把行李放 我放我 反正 放下 我不住 不是 妈 我真不信你 妈你干嘛呀我 放这儿 干嘛呀 反正我就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住 不住拉倒 爱住不住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们俩住啊 你上马路上去住去 来 没人追你 你们两个太向着李大宝了 重男轻女 就是向着他了怎么着 对 怎么着 就重男轻女了怎么着 行行行 我不住 我不住总可以了吧 快快快 走 你说这死丫头 天天生事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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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还没等 瘫在床上 他已经开始嫌弃咱俩了 不带进咱俩 这就是你生的闺女 你看 那你又找起我呀 这表演的还好 我看 将来咱俩养老啊 就得靠大宝了 你说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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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那天起 变得蔚蓝 枯叶那天起 随风摇摆 光阴那天起 有了色彩 因为有了你 让我去爱 平淡有了你 变得精彩 未来有了你 不怕等待 岁月有了你 有了慷慨 静静的等待 爱 静静的存在 静静的回来 静静的回来 这平凡的爱 静静的回忆 静静的回忆 会 静静的回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